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晶片供应链尚未完全实现自给自足 据一份新报告称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生产的晶片正被运回台湾进行封装 以满足来自人工智慧AI市场的巨大需求 由于台积电难以在美国国内获得最佳封装服务 空运服务的需求将会很高 尤其是在北美 报道称 由于晶片需求旺盛 台积电美国公司正在将准备好的晶圆空运到台湾 以获得封装服务 然后将这些晶片提供给AI伺服器制造商使用 长荣航空声称 近期对航空物流服务的需求大幅增长 尤其是在台积电美国设施备受关注之后 今年4月 当川普总统的关税最初冲击市场时 AI伺服器订单的势头确实有所下降 然而 自关税暂停以来 企业纷纷涌入大量订单 考虑到台积电的台湾设施的积压订单 该公司别无选择 只能将订单转移到亚利桑那州晶圆厂 然而美国晶片供应链并不完善 一些缺陷仍有待解决 台积电宣布向美国投资1650亿美元 其中包括建设用于QoOS及其衍生产品的先进封装设施 但目前似乎没有任何进展 虽然将晶片晶圆空运到台湾确实会增加额外成本 但台积电及其合作伙伴似乎对此举并不担心 因为目前AI供应链的需求量惊人 大部分订单都留向灰达的AI伺服器 美国晶片供应链或许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预计到2032年 美国将满足超过50%的国内需求 这表明川普总统的晶片政策正在奏效 台积电计划在美国进一步扩大1.6nm工艺A16的产能 未来前景保持乐观 另外根据You Group的报告 中国有望在2030年超越台湾 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晶圆代工中心 2024年 中国占全球21%的产能 随着本土产能的快速扩张 中国的崛起凸显了在分散 且充满战略博弈的晶片制造格局中 行业话语权正在发生转移 6月底 You Group发表的半导体晶圆代工行业现状报告显示 到2030年 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半导体晶圆代工产能领导者 预计将占据全球总装机产能的30% 2024年 中国以21%的全球代工产能份额位居第二 仅次于台湾23% 韩国以19%的份额排名第三 日本13% 美国10%和欧洲8%紧随其后 在供需平衡方面 美国半导体企业占全球晶圆需求的57% 但其国内晶圆代工产能仅约10% 与之相反 台湾拥有全球23%的晶圆代工产能 却只占4%的晶圆需求 欧洲和日本在半导体代工领域保持着稳定的供需平衡 其产能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满足内部市场需求 在东南亚地区 尤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该地区占全球6%的晶圆代工产能 但这些产能完全由外资代工厂主导 因为该地区缺乏本土半导体代工企业 报告描绘出 全球晶圆代工格局正呈现分散化与战略化趋势 预计至2030年产能复合年均增长率 将维持在4.3%的温和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实际产能利用率预计稳定在70%左右 引发对投资回报率的担忧 2024年中国晶圆代工产业实现显著增长 在重大投资和提升本土半导体制造能力的战略举措推动下 预计2025年将继续保持扩张态势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数据则显示 2024年中国晶片制造商产能增长15% 达每月885万片晶圆 这一增长得益于18座新建半导体晶圆厂的投产 推动全球童年产能扩张6% 此外中国晶片产能预计2025年将继续保持14%的增幅 月度产能达1010万片晶圆 这一扩张属于全球行业趋势的一部分 2025年半导体制造行业预计增长7% 实现月度3370万片晶圆的历史最高产能 面对中国与美国大力发展自身半导体 日经亚洲Nike Asia消息 联电UMC作为台湾第二大晶圆代工业者 正在评估进军先进制程生产的可行性 而先进制程生产领域目前主要由台积电 三星和英特尔主导 联电是成熟制程半导体的主要制造商 服务对象涵盖各类客户产业及应用领域 其客户包括高通、Qualcomm、联发科、瑞誉 英飞灵、Infineon和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s等全球晶片开发商 据四名人士透露 联电正在探索未来的成长动能 其中可能包括6奈米制程晶片生产 6奈米制程适用于制造用于WiFi、射频、RF和蓝牙的先进连接晶片 应用于多种场景的人工智慧、AI加速器 以及用于电视和汽车的核心处理器 多个消息来源称 联电也在探索合作选项 比如扩大与美国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在12奈米制程生产的合作 双方计划于2027年 之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开始合作 涵盖6奈米技术 联电财务长刘启东表示 联电持续探索更先进的制程技术 但他也指出 要取得有意义的进展 将取决于伙伴关系和合作 以减轻财务负担 刘启东拒绝评论 联电是否会在目前的12奈米制程之外 扩大与英特尔的合作 英特尔也拒绝回应日经亚洲的置评请求 不过 刘启东说 如果进军先进制程 公司将采取更轻资产 asset net的模式 寻求合作伙伴分担负荷 而不是自行投资额外设备 由于成熟制程半导体的需求回升速度低于预期 联电今年的资本支出 仅为18亿美元 而中芯国际的资本支出 则维持在70亿美元以上 有三名消息人士说 扩大先进制程封装业务是联电正在探索的另一个领域 联电是世界第四大晶圆代工厂 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加剧 联电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压力 一为中国推动半导体生产本地化 以及扶持中芯国际 SMIC等本土企业 从营兽来看 中芯国际已超越联电 成为世界第三大晶圆代工业者 且其市值是联电的三倍 这得益于中国的内需和雄厚的资金 一名供应链主管表示 联电已经意识到成熟制程半导体领域 竞争日益激烈 为了保持市场地位与竞争力 他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成长催化剂 这名主管还表示 由于中国推动半导体生产本地化 联电的一些晶片开发商客户 将订单转移到当地晶圆代工业者 这种趋势使得联电更加迫切 需要探索新的机会 然而许多业界高层认为 联电进均6nm生产的最大障碍 是需要庞大的资本支出 另外找到足够的客户来使用这些额外产能 也将是一项挑战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